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今天19点23分23秒 搭载着实践18号卫星的长征5号摇尔火箭 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 长征5号摇尔火箭是长征5号第二发试验舰 此次任务将全面考核长征5号运载火箭的工程技术指标 是探月工程三期长额5号探测器发射任务前的最后一次实战演练 这次发射搭载的实践18号新技术验证卫星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全新一代卫星平台东方红5号的首颗验证星 大量采用电推进等世界航天的先进技术 性能水平处于世界前列 请大家注意最后一句口令 跟踪正常 特别遗憾 300多秒以后火箭发射 推力中止 火箭坠入大气层 这是一枚什么火箭 这是我们06年到16年整整用了10年研制的一枚中国最大的火箭 它的起飞推力1064吨 八台100吨的发动机 两台75吨的发动机 同时点火 它可以把我们现在的火箭的运载能力 低轨的10吨提到25吨 高轨的5吨提到15吨 增长了一倍半 就是这个火箭 它应该承担我们未来 特别特别重要的任务 我们也对它有了特别多特别多的期待 但是很可惜 出事不利 出事不利 身先死 它虽然出现问题 但是它的责任 依然没减少 因为它身上肩负着很多很多任务 大家看看 它失败了以后 造成了非常大的被动 和有影响 长河5号 我们第三期工程 绕落回 我们要到月球的背面去采样 我们要垂直采样 我们要横向取样 我们采的样 是目前人类在月球采样 最多的一次采样 这个任务 目前看 由于火箭出问题未扑 接着我们2020年 要完成天空站的发射 我们中国人要在天上搭一个 短期有人职守的天空站 把100吨的实验舱 空间舱 搭载到太空上去 做科学实验 但是由于长河5号出问题以后 我们任务也受到了影响 好 那我们再看一看 我们还有什么任务呢 大家知道 有的国家的航母 经常到我们门口来晃游 到南海 到东海 到黄海 他来没关系 我们能不能知道他来了 他来干嘛来 他不是给我们送米来了 他是来威慑来了 那他的航母战斗群 在什么位置上 你看得见吗 我们有时候在茫茫大海上 一个航母战斗群 形象的说是一个小米粒那么大小 你看得见吗 如果你天上没有预警卫星 没有所有的手段 你都不知道战斗群在什么地方 等你看到了 已经把你消灭了 还有我们的北斗 我们要在2020年完成全球素网 35颗卫星 我们要完成导航 我们要完成定位 我们要完成寿石 那今年我们要完成16颗卫星的发射 还有在右边这张图里头 大家看一看 我们近几年来讲灾害比较多 地震 暴风雨 异常气象 山洪 飓风等等这些东西 那这个灾后的重建和评判 需要不需要我们有仪器设备去 去清楚地掌握到呢 大家记得2008年汶川地震 汶川地震的时候 北川到底震成什么样 我们不知道啊 为什么 我们没有应急卫星群 去到上空 我们能够发现地震灾区的情况 我们只能凭着我们的决心 明天早上要打通通往北川的道路 但是这个决心下了以后 大家说能实现吗 不知道 因为能不能打通 不是你决心有多大 而是打通的条件 具备不具备 如果我们不很好地了解地震的情况 那我们就很难采取特别有效的措施 这些都需要我们的卫星和卫星群来做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